以爱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国学问答 那么你会问这个问题 在我们思路来看 那当然是有善根 那也有警觉心 什么叫善根跟警觉心 你要知道在群体当中 我们基于一种 自我爱的关系 我们害怕在群体当中被遗忘 这是一种极端的苦 极端的苦 很多的问题家庭 也都是因为家庭当中 彼此遗忘的彼此 所以他恨 比如说我爸妈都在外面工作 赚了那么多钱 我的成长没人鸟我 我现在叫做富二代 好啊 我就开那个一千万的跑车 我去装啊 不然怎样 不然还什么意义 已经几亿在我身上了 我爸把我送到英国去读书 读个屁 对不对 不过就是转个弯而已 我回来我怎么样 他内心里都是一种渴望 但他不知道渴望什么 因为好像可以给他都有了 钱 钱好像可以买到一切 那名 也蛮有名的啊 我叫富二代 懂意思吗 这是生命的本质 那么人类的生活当中 他就利用这种生命的本质 给名 给财 给情 因为那是美人的需要 当这样的时候 你内心 你还是一个很纯樸的人 的时候 你会去问一个事情 我写字本来是 一定是兴趣 对不对 不然会写这么久 但是偶尔去比赛 可能是一定有很多想法 第一个 人家说要去比赛 第二 想试试看自己 在大家的程度当中 表现成怎么样 第三 好玩 第四有奖金 第五 好多你 无论如何 你去比赛 那既然叫比赛 人家就得要 印一个名给你 刚好你得到 这个刚好当时你努力来 刚好是 当然是你努力来 可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本来没有比赛之前 对你来讲很单纯 写字就是 艺术嘛 或者修身养 感养性吗 或者单纯讲兴趣吗 但今后变成了师母法家了 是呀 开始就得要有自己的格 有自己的论述 乃至于甚至渐渐要面对 社会上的期待 给我下一顶 甚至也要应付爹娘的看法 你娘你爹给我出去外面吃 我娘第一名 社会主委 第一名 未来的书 别人一定要应付你爹娘 想去 哦真的 虽然他心里不太在意什么 但他还要在你爹娘面前表现的好嗨的样子 哦 你有狗无名啊 你娘也会这样啊 好多啦 反正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突然间 突然间 你本来写字 只是纯粹的艺术的喜好 变成再也不重要 你知道吗 应付了这些或面对这些 变成比较重要 这就会迷失自己 也就渐渐的他在意 他走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在意 人家怎么曾经介绍过他 可能介绍他台大毕业 然后可能介绍他在哪里工作 这都不太重要 如果是在一个艺术团体当中 没有忘了少了 介绍他曾经有过第一名这件事情 他突然间会觉得 是不是他刻意被冷落 他不是那么故意 但他却觉得 这是一个重要的头衔 虽然你不一定觉得 但是你不觉得你周边的人 或未来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爹娘 搞不好也会觉得 怎么没跟我们孩子 他还有一些重要的 他什么时候民国几年 民国几年得社会主第一名 注意 恰恰好这些 让我们误认为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也因为这个不一样 你得再去做那个不一样的事 本来完全不需要这些 只是纯粹的艺术的喜好 跟内心的一种投影 这么欢喜的事 却被加上了好多好多附带的东西 我讲的是他 讲的就是我们每年 我们每年其实都一样 这一次川普选上了 人家就开始在分析 欧巴马干了些事 人家就有一句话讲 欧巴马可以干得更好 但是就是因为他得了个诺贝尔奖 之后绑手绑脚 人家就说他这样 一个总统得诺贝尔奖 哇塞 既是总统 地表上最有权力的男人 对不对 然后又来个诺贝尔奖 是最名声最好的 代表慈悲 代表和平 代表人类的救星 不过他救了什么 我是不知道 不过他家庭基本很OK 倒是真的 就这样的 他没有什么绯闻 就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比如说他签署那个同性恋 合法那个事情 就被那个基督教 基本教育派骂翻了 骂到现在还在举他的牌 到时候举他的牌 说你怎么怎么怎么 比如说这个意思 那对他来讲 你也是一种和平的表征啊 一种温和的一种体量啊 这一类 同样道理 所以你要问是真是假 其实没有谁可以给你答案 连你自己 你自己才是重点 不必说他是真 因为那真的不一定是真 如果现在王羲之跟你同班同学 恐怕你得不到 或者朱皇米菜 通通是你同班同学 那你恐怕得不到第三名 第五名 对不对 可能是这样 所以那是相对 是第一 第二 他也不会是假 因为就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 你被认定为你第一名 那是也不是你骗来 他也不会是假 所以说这就是要善用 善用 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头衔 今后我决定 世俗话我不说 我只写佛的对联 那你的真真好用 是不是这样 你的真就很好用 你看宏一大师最后什么 也不能唱歌 也不能演戏 也不能够拍 他会演戏啊 他是引入中国第一位 引入话剧的人 他也不在画画 他会油画 水墨画他都会画 他也不做 他会转科 他也不干 有了 他后来还是科了几个 还是科了几个 小硬章 但是最终留下什么 留下书房 他写什么 他就写那个怀言对联 对 所以说 保持你原有的兴趣 的价值 那些名 也不必这么 这么洁癖的说 哎都假的啦 也不必这么洁癖 你可以这样讲 你可以对人家这样讲 那就刚好 刚好王羲之 没有重新投胎 是不是这样 朱皇美菜 没有重新来踢 来踢馆 就让我 那次的比赛当中 大家让贤 你这样想就好 那这样还是你 还是你有你一定的程度 这也不能说是假 懂意思吗 那你说他是真 我就说过 那是比较下的真 那不是永远 绝对的真 要真讲真 就是你在这个书法当中 感受了怎么样的人生 感受了怎么样在书法的 一比一耐之间 你生命的一种 一种甜蛋 跟愉悦 而愿不愿意将这个愉悦跟甜蛋 贡献给周边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你生命 可以这样用艺术来美化人间 最好的方式 OK 但是当中如果你愿意 来写写佛教对联 那意义又更大了 是不是这样 来贴 来送人 就像宏一大师一样 或者圣罪你根本就超精了 写一部经送人 哇 那意义大多了 既在甜蛋中 又弘扬了佛法 又免钱送人家 人家很高兴 慢慢的万一 开始人家你要卖钱 总有一天会走到那里 你也不用问真的还假的 钱是假的 但是有真的作用 你懂意思吗 钱不是问题 问题都在钱 你懂吗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也没关系 但是呢 你要知道善用钱 来利益众生 故事三宝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很多的事情是梦中的事 不用执着 但也不是因为不执着而不运用 所以说他真或假 应该是说他如幻如画 如幻如画但有如幻的作用 善用即是智慧 恶用就是烦恼开始 这样可以吗 这给你一个感觉 因为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书法 无忧止境 它是一个很高的艺术 我们都没这个机会练 我大概在 我练笔 练那个毛笔 大概练过国中就没再练 当时考连考 考连考 不能一直看书啊 看完书的时候很累 又不能跑出去玩 跑出去玩 整天就废了 就是这样 我只剩下 45天可以拼而已 45天人家说我连 我连学校都没得读 他已经说我这么差 我连学校都没得读 意思就是说 不是所谓的前三志愿 是连学校都考不上 哇靠 我在想 我被神就说成这样 所以我一生当中 第一次做计划 而且第一次这么完整的 完成计划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45天 读三次 读三次三年课程的计划 这样子 读三次三轮这样 全部做到了 早上6点一定起床 书带好之后买油条 就上学校 偷偷爬上四楼再也不下来 带着我母亲的便当 一路到12点回来 这样子45天 等于闭关这样 就不下来嘛 后来我就把毛笔放在 那个教室 藏在教室那里 然后那行 那那个什么 校工一定会看到 已经放暑假了 我们那时候考研考 是放暑假的 一定会看到 后来要来抓我 我后来就拜托他说 我实在家里没得读 会读不好 我就自己学校去 我穿着制服我是某某 我带台灯 我连台灯都自己带 我不让你难堪开大灯 你让我进来 他说好了 你不要搞怪了 因为我在学校非常会搞怪 是这样 搞怪有迷的 所以他说 你不要给我搞怪了 我说不会了 就这样 所以唯一写那个词 也不会就是那45天 每天写个几个字 是这样 我是学黄庭坚的字 黄庭坚的字 我觉得看起来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学颜真轻 我就不要 我就偏偏不要 我就学黄庭坚比较少人用 这样我就学了一下 没学好 没人教 就胡乱写 是这样 但是我那时候就感受到 所以他的艺术境界很丰富 很丰富 所以你也可以继续发展 也不错 很好 我想要宠教的就是说 就是日大有很多 就是看到的就是夹杀 看到夹杀 对 然后就主意比较成见 然后还有精灵 然后还有就是主意上面有突然感 然后又有各节 没错 就是别人他问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那个是这样 那个已经超过了 刚刚我讲那种三一的概念了 他是拿三一变化出来 那是汉人文化才特别有的 那是因为过去皇帝赐你驾杀 他要搞得漂漂亮亮来送你 你就不能不搭吗 皇帝送的吗 那是帝权时代吗 他送你你敢不要 你要了你敢不穿 你穿了你敢改 所以就照穿了 照穿999之后 你知道佛教圈是有一种保守势力的 他就觉得 那既然谁谁谁谁谁哪位大德也这样穿 那一代传一代 现在没有地质了吗 就是庄严道场 以显现出那种隆重作为目的 所以他就会开始有红主义这种观念 红主义看起来还好 一就是贴上那金金的那个金亮的那个线条 还终究保持 田相 就是一格一格的那个田相 那慢慢的就是又学会了古人 那皇帝赐衣的时候 他会上面绣龙绣凤 绣上 这个寿 长寿的寿 还绣上佛像 那这就渐渐的不合了 因为那是皇帝这么瞎干 你说你保持红那OK 你上面还绣那个字 那就不是衣上面能做的 你说这样庄严吗 那也不一定做庄严 接着呢 这更可怕的是绣佛像 你把佛像穿在身上 那就是很怪异 还把佛字放在身上 不小心还做到 那就不当了 所以祖师大概只接受到 所谓的 红组衣只接受到说 纯粹纯色的红 加上金边 那这样可以 到这个位置上应该可以 像果仙律师他也是这样穿 那你还加坏色 就叠一块 叠一块 破坏它完整性的 这样就可以了 像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也是有红组衣 法会的时候也要表示隆重 也是 他也可能做成仗衣 仗衣就是说 多出来的衣 也是可以的 也是符合戒律 这样子 所以可以的 对 就只能到这一步 再往下就不太恰当 隆重也到一个程度就好 是这样子 不过你看西藏佛教都不止这样 他还搞一个大鼓吹 然后戴那个帽子 有没有 这样子啊 那就更增加 那些都是当年 当年的印度教就在用 或当年的西藏的外道在用 那他们也为了降服当地的人 他也跟着那个外道这样用 用久了 就变成佛教的文化了 就变成他的藏传佛教文化 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佛教 因为他就在表现他用在佛教上面 所以不能够以这种借用 说他不是佛教 我觉得这样讲也不一定对 就看你怎么借用法 不过呢 倒是很多人因此而很迷惑 迷信 特别的迷号 这些外表 那这就变成了所谓的什么 误导 也造成了市场不平衡 怎么讲 他就把很多汉传人 因有的保留的 一个比较庄重而不失 但是他本质的东西就被遗忘 因为你汉传没有 哪个书家人会真正做法事去戴帽子的 不会的 但有啦 五贯佛帽是经上说的 那在做法事 那五贯佛帽有 是那个 那个连西藏都有根 藏传佛教也有根 但他反而用得少 是这样 这种情况就变成 变成比较 比较不平衡 那再来就他们有在家佛教 在家居士在当 当宗教师的 他们也接受这个事情 那接受的原因 是因为说 某些在家人修得很好 有加持 因此得到传承 那这些传承其实是什么 就是你看道教人 道教那个在家人 他不也是有他的传承 并且有他的鬼神加持吗 他就是在家人 他没有太多的戒律顾虑 他可以去跟那个鬼神做沟通 那最后再反过来 再穿上了出家人的外表 不不不 佛弟子的这些外表 甚至于他 我刚刚就讲了吗 他们的架纱 看起来没有生俗的分别 那在家 我们很在意 在家人不能搭架纱 只能搭曼衣 曼衣跟架纱 有明显的差别 就有条纹状 可是现在他倒霍 他们出家人 近乎没有条纹状的架纱 就变在家人一样去了 反而是出家人衣服跟在家人一样 弄了半天就变成生俗不分 生俗不分的时候 他又让人感觉 就是你看一个出家人 你看那个是不是也 蛮亲切的 跟女众在一起也蛮自然的 就别提说他有双生法了 双修法了 他就在家人 他可以真的要戴帽子 等一下拿手枪 做姿势 吹一下也可以 他也可以做那个 什么都可以做 因为都在家人而已 对不对 而且衣服可以换来换去 可以换成在家人的衣服 可以怎么样 好自在 还可以到什么 迈阿密的海滩 去跟他的信徒一起游泳 OK 都在家人而已 你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他却被汉传佛教说为 能将那才是 善巧度众生 你们失误都太拘束了 这就混乱市场价值了 你懂吗 这就不对了 这混乱了佛法价值了 反而变成我们不对 这就怪异了 学佛要自在 要慈悲 你怎么搞了戒律 穿了那个字 多么不协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甚至他也敌视 敌视汉传佛教 不是人家的修道人 不是 是我说在家居士 汉人 他反而敌视你汉传佛教 为什么 跟他们的上司不一样 他想法是这样 干嘛搞了这样 干嘛搞了受受不侵 你娘不是女人吗 你看他这样想 他这样想 他不认为你的慈戒是庄严 他觉得你装模作样 他居然这样想 这不是混淆了 是这样 再加上上传佛教强调传承 强调这些所谓感应 感应很多 道教感应一大堆 我不说吗 我说这个万佛式就是感应来的 这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你看我会强调什么 这种感应会输你 晚上把牙齿医好的感应 是不是 我们也能强调什么 我们也不强调什么 最近还好多事情 都是西方佛母传过来的话 我们也不会讲 包括对面 你们去过蓝牙金色 那也是他感应来的 土地工去开会 我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样 我来修个土地工法 南无人是这样吗 主要汉传佛教把他看得很稀松 平常 但他就会强调 强调也 在那种地方 西藏人是很彪悍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很彪悍 所以他需要这些 有时候也可以理解 理解 他其实是很彪悍的民族 所以你不用强大的这种 这种鬼神的感应 来降服他 也不容易 但你搞到汉地以来 变成他是更高的价值 那就很怪异了 最后变成连吃肉 也是有很高的价值 比你吃树还有价值 你看人家我们那些上司 哪一个不是 肥头大耳 生如红中 都是因为有吃肉 你们的吃菜师傅 再来是这样 再来你看我们有所有红光生 我们有怎样 人家还不是一样吃荤 可见证明 吃荤 OK 这样倒过来弄 这样就不太恰到 这就是汉人的密宗信徒搞渣的 人家葬传 人家真正修行 人家也不会这样讲 吃肉就吃肉了 人家也不会标榜吃肉好 但他还是真的吃肉 当然阿嬷公开说 他喜欢吃猪肉 卤猪肉他喜欢吃 他的书上也这样写 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不会去笑他 我们难不成拿这当新闻来谈 我们也没有这样讲 所以其实汉传佛教的师傅 基本上都蛮能随喜 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不会 不是随喜 也就让人家这样子 我们也不去分别 但你那些藏传人的信徒 我藏信徒 反而颠倒见很多 这我遇太多了 我出现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了 我悟佛文三十多年 听了太多了 这样懂吗 是要这样 所以我还是这么觉得 无论从经典上怎么看 你慈悲这逻辑上怎么样去思维 汉传佛教其实是四平八稳 比较不会那么放逸 比较不会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慈悲至夜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灿法会 及三师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灿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师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典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悲置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特举办 八观摘界 祭礼拜 大悲惨法会 恭请 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 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飞观音道 心无旁物地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 他将在死亡之后 引导你 震盛之青春年华 赐予我们健康和力量 热切地想要享受人生 我们怀着不灭的热忱 竭尽所能地 来增加财富与权势 对一些人来说 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意味着 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智美的事物 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智据的财富 无法贿赂他 智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也必须遵从他的召唤 他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他拥有一个 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 所获得的灵修绝授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 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 凡俗生活的迷惑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究竟本质 及法身 终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悔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上师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 以佛法迎接美